交通分队日前执行交通违规取缔勤务 发现一台黑色的机车红灯左转 将其拦下准备开单时 发现该名驾驶人赵南浑身酒气 经酒车后酒车值超标 全案一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 警方也呼吁国内的疫情趋缓 岁末年中民众聚餐跟尾牙 饮酒的机会都增高 警方持续强力的取缔酒驾 判民众误存侥幸心态以免出法